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临在这个地方 你的灵运行 让我们可以敬拜侍奉你 我们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服侍你 现在感谢 为这些歌声 为这些所我们唱出来的歌词 我们归一切荣耀给你 以我们同在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 我们属于你的 你爱我们 高封耶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再一次平安 刚才江长老他好像很希望 可以把台子抬在我的面前 不过我还是习惯 讲道的时候要走来走去 我不知道我们的camera 可不可以配合我动来动去 应该是不行 所以我就固定的地方 刚才高牧师有分享 上一次我来站在这边 分享信息的时候是三年半之前 三年半之前 这三年半变化好多 第一个变化就是 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变得好漂亮 三年半前的时候 不是长这个样子 我记得是黑黑暗暗的 然后还有一个蛮大的台子 那刚才高牧师也说 我来分享信息之后 隔一个礼拜 大家就一起聚会了 这跟我没有关系 是因为COVID的关系 不过 我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看见这样的一个会众 弟兄姐妹 心里充满的 蛮大的感触 这个教会 这个信仰团体 是我这在三年半里面 侍奉的教会里面 一个很特别的教会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上帝的祝福 透过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的努力 这是一个成长的教会 这个成长不止在人数成长 这个教会 也在各方面有成长 这个教会是我 三年半以来 服侍的教会里面 平均年龄 最年轻的教会 所有亚洲人的 移民的教会 现在面对了 同样一个问题 年距越来越大 大家面对前面 要教会的发展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神祝福我们 我要再次代表 美国长老教会 总会的宣道部 向各位请安 让我可以 在不同地方 是这样的侍奉 上帝透过 我的侍奉 可以去帮助教会 帮助弟兄姐妹 帮助同工 透过信息的分享 鼓励我们 虽然移民的教会不容易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 许多的挑战 但是神 还是同在跟保守 我们都知道 基督徒的定义 不是只有礼拜天 来参加礼拜 不是有一个圣诞节 或是复活节 出席在教会里面 我称为基督徒的定义 叫做基督的门徒 既然是基督的门徒 就是要跟随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一起礼拜 我们一起唱诗 我们一起服侍 不要忘了 你我 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都需要跟随耶稣基督 不管是牧者 不管是长子 不管是弟兄姐妹 教会就是一群 耶稣的门徒 跟随耶稣基督 不过现在的困难是这样 我们是活在一个特别的文化里面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移民到这一边 我们要追求一个美国的梦 这个梦想里面告诉我们 有个文化的特质 就是越大越好 房子越大 表示你越成就 然后呢 不只是这样 越多越快乐 不管在金钱 不管在物质 不管所有的东西 你都觉得 越大 越好 越多 越快乐 当然我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在这个社会里面 也谈到一件 越瘦 越美丽 然后越高 越英俊 所以像我这种身材的 大概不能列入 英俊的行列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跟环境里面 特别在湾区 我到过所有的美国的地方 从南加州到Midwest 到Sincinnati 然后到New Jersey 又回来湾区 又回去南加州 又回去Kentucky 又最近又回来南加州 又搬去Phoenix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大概是全美国 最崇尚这个所谓的美国文化 越大越好 越多越快乐的地方 现在问题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生活方式里面 我们怎么样跟随耶稣基督 万一我们不多 我们拥有的很少 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称为是生命的大灾问 每一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才是丰富满足的生命 所有的移民来到美国 都是要追求这个 那我问各位 如果今天你问你自己 你的生命是丰富的 是满足的吗 当然这个问题 既然是生命的大灾问 我们的耶稣基督 绝对他有面对这样的问题 给我们他的教导 经文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 十二章 我们读的只是后半段 四章一开始 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 他说群众当中 有一个人来对耶稣说 老师请吩咐我的弟兄 跟我分父亲的遗产 耶稣就回答他说 朋友 谁只派我为你们审案 或替你们分家产呢 于是他继续向大家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躲避各样的贪婪 因为一个人即使富有 他的生命如何 不在于他有多少财产 你可以想见这一个场合 当然这个不是只有 当时候耶稣会被问到的问题 今天我们当牧者的人 有时候 我们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想高牧师 大概也有时候 有人会跑到你面前 当然不是跟你说 要分父亲的家产 不过通常弟兄姐妹会以为 这些当牧者的人 应该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 牧师那你可不可以 去跟我的弟兄 跟我的姐妹聊一下 那这个处理的不好 但是耶稣他知道 他清楚 他的回答说 是谁指派我来为你们审判 这些事情 当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当牧者的酒就知道 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面前 分享他的问题 哭诉他所需要的这些 被他认为 有牧者提供他 很好的答案的时候 我当牧者久了 我学习到一样 绝对不要马上给他们答案 因为弟兄姐妹 大部分来到我们面前 不是要你给他答案 他只需要我们 听他们生命的困境 但是耶稣基督看见 要分家业 问题在于钱财 耶稣的回答是这个 他说你们要谨慎自首 躲避各样的贪婪 重点都不是在 怎么分家业 公不公平 重点每一次碰到 分家业的时候 都是说我要的 是不是要多一点 我们听过好多这样的故事 对不对 有钱的父母亲 有时候快离开的时候 还蛮辛苦的 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 或是女儿 那没有问题 如果有两个 有三个 到时候不知道 怎么分这个家产的时候 有太多这样的新闻 不是吗 为了分家产 弟兄姐妹在那边 征修的不停 在台湾我曾经听过这样的新闻 有一个爸爸 他过世很有钱 结果为财产分不完 分得不好 所以他死了以后 还不能安葬 遗体还放到他们家 要等到财产分好了以后 才能安葬 问题是什么 耶稣说的 不是在于钱的多少 是在于那个所谓的贪婪 我觉得中文字很特别 这两个字 如果你不仔细看 看起来还蛮一样的 贫穷的贫 跟贪心的贪 都差不了多少的字 所谓的贫穷 就是当一个人 当你自己觉得你太少了 你不够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很穷 你很贫穷 贪的意思是说 你有 但是你还要更多 耶稣基督今天告诉 他的门徒 当时候的人 告诉今天的教会 要跟随他的人 他说 我们的生命的富足 不在于 我们的财产有多少 而是在于 你不要一直想要更多 今天牧师也提醒各位 虽然你拥有的 你自己认为是很少 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 认为我是在太少了 我觉得我自己太贫穷了 但是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通常面对问题的时候 他不会像今天 像我 像很多的人都会给一个 所谓标准的答案 耶稣不给标准答案 他就是用一些比喻 讲一些故事 让大家可以去思想 所以耶稣就作为一个比喻 他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富 他心里盘算着 我没有够大的地方 来储存这些所有的穀物 该怎么办呢 当耶稣讲这个比喻 今天如果放在我们的场合里面 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不是吗 我有钱 我要做好的 这个所谓的投资 我的地方不够大 我要做一些改建 当耶稣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 那要怎么办 所以那个怎么办 耶稣说财主 他自己这样回答 他说他自言自语 说对了 我要把原来有的仓库拆了 改建更大的 来存放五股和别的货物 然后我要对自己说 幸运的人 你拥有一切好东西 足过你多年来花用 只管慢慢享受 吃吃喝喝 过舒服的日子吧 这样的讲法 我们在座的人 好像事成也自己 对自己说过 特别我们这些退休的人 一生努力 我们到有一天 今天我们变成 所谓有钱 有闲的时候 我们会自对自己的生命说 哇 上帝感谢你 给我们这样一生丰富 我已经到退休的年龄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我几乎看见所有 不管在湾区 好多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 退休之后 我们就想做什么 环游世界 看哪一家餐厅 有好吃的来去吃 台湾话说 再吃也没有几顿了 又吃没几顿了 一生时间不多了 好好的享受吧 财主他认定的是这样 他所有的财富 都是他的 所有上帝应许 赐福给他的 他就认为 这是他要来自己享受 所以他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当然每一个翻译的版本不大一样 他认为 一个丰富满足的生命 就是当我拥有这一切的时候 我就好好来享受 好好的来吃吃喝喝 过舒服的日子 当然弟兄姐妹 你不要误解 耶稣基督的讲法 就是说 不要过好的日子 不要过舒服的日子 他的重点是说 如果你的生命 你的焦点只放在 要过舒服的日子 要为自己能够吃喝 玩乐 开心就好了 这个不是一个 耶稣说的富足的生命 所以耶稣就提醒 当时候的这些群众 他说 可是上帝如果对那个财主 或是有钱的人说 你这个糊涂的人 他虽然 自己称之是幸运的人 但是耶稣 他是一个糊涂的人 就在今夜 你得交出你的生命 那么你为自己 所积存的一切财物 要归给谁呢 有时候钱 好像都只有在银行的数字 Number 我们的生命 一定比我们的生活 来得更贵重 但是虽然是这样 这也是财主 这也是我们今天许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在为这一个 所谓更多更大来计划 不是吗 耶稣这样说 他说 那为自己积财富的 在上帝的眼中 却不富足的人 也是这样 重点是为自己积财富 耶稣不是在这里说 你有钱 你有财产 那个是不对的 他的重点是 只为了自己 积财富 他说 不在上帝的眼中 上帝眼中看得为富足的是 能够把有的财富 不是只有自己享受 怎么样跟别人分享 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牧师今天早上提醒我们 我们要当一个 所谓富足的 财富的人 台湾话 我没有办法用华语讲这个 台湾话就是 做一个父子的 好亚人 好亚人就是有钱人 但是我们的困难是这样 为什么 财主 为什么 有的人 他还需要更多 是因为他忧虑 贪心有时候是来自忧虑 我们怕我们的不够 我们一直不肯放手 不肯分享 是因为我们烦恼明天 所以不要忧虑 做一个好亚人 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字句 就翻译 台语的好亚人 翻译成华语 叫做好亚人 好亚人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做一个 忧虑的好亚人 我们需要做一个富足的 上帝祝福的人 那怎么面对这个 耶稣知道重点在哪里 重点出现的就是 人会忧虑 人会操心 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些 继续的比喻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活上 所需要的食物 或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 生命比食物贵重的多 身体也比衣服贵重的多 看看那些乌鸦吧 他们不重不收 无仓无库 上帝尚且饲养他们 你们比鸟儿更贵重吗 弟兄姐妹 耶稣谈到这些事情 他用的都是当时候的人 可以了解 生活里面的这些细节 我们的问题 我们希望更多 我们是因为我们烦恼 我们操心 那弟兄姐妹 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 我们操心忧虑的事情 大部分都不是大的事情 我们操心忧虑的 通常都是在这些小事 生活上的小事 要吃什么 要穿什么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烦恼的不是吃什么 穿什么 我们今天烦恼是要穿哪一件 因为衣服太多了 我们今天烦恼的不是要吃什么 是因为怕吃的太多 太胖 营养不够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的方法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 跟耶稣的时代不当一样 我们今天选择太多 我们今天反而会觉得 我们烦恼 我们的烦恼不是没有 我们的烦恼是太多 耶稣说 不要为这些生活上的事情操心 但耶稣也不是说 你们就不吃不喝 不是那个意思 他的重点要放在是说 上帝在喂养 上帝在安排 上帝会提供 所以他继续满足 他当时候的人 他这样提醒 所以弟兄姐妹 牧师今天提醒我们的事 如果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那我们就让上帝来掌权 你操心 可能也没有用 所以耶稣继续这样说 你们当中又有能 谁能借着忧虑多活几天 如果你们连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到 又何必为其他的事情操心呢 看看白儿花怎么生长 他们既不工作也不缝衣 可是我告诉你们 甚至像所罗门王那样荣华显赫 他的衣饰也比不上 一朵野花那么漂亮美丽 野地的花草今朝出现 明天枯萎 给扔在火炉里面焚烧 上帝还这么样的打扮他们 他岂不更要赐衣服给你们吗 你们的信心太小了 耶稣透过空中的飞鸟 乌鸦来做比喻 接着他又用花草来做比喻 因为他知道 人的忧虑都是烦恼明天 未来 我们今天烦恼太多了 我们烦恼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掌控明天 你才烦恼 如果你确确实实可以知道 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烦恼 但是耶稣也提醒 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也自己要再一次的确认 如果我们都不能借着 忧虑能够多活几天 反而我可以告诉你 你如果忧虑 你可能要少活几天 他说连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办不到了 那我们忧虑干什么 我们就交托 花很漂亮 但是野花一下子就不过了 弟兄姐妹 只要信靠不要忧虑 交托天父上帝 他来掌理 你知道今年在加州 过去的几年 大概都是干旱的这个情况 今年加州雨水好多 这个相片是在南加州 今年大概四月的时候 所拍的一个照片 沙漠的附近 好多因为下雨就长出好漂亮的花 这样漂亮的花能够多久 如果不下雨的话 我看你不用到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大概也没有了 我们今天的生命 上帝都可以让野地的花 沙漠里面几乎没有生存的那些生命 都可以长出这么漂亮的花 上帝说 那我们为什么为了小事在操心 耶稣还说 你们的信心太小了 弟兄姐妹 当我们谈到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这个信心牧师你告诉我们 我多祷告 然后就宣告 又有信心就有信心 这个意思事实上 就是这么简单 所谓信心就是 我们信靠天父的这一种行为 这种动作 我们如果相信 信靠天父上帝越多 你就会越少的忧虑 简单吗 听起来似乎还蛮简单的 但事实上不容易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信不过 天父上帝会为我们来预备 你就不可能完全的依靠他 所以耶稣 他也继续的这样说 所以你们不要挂虑 吃什么喝什么 为了这些事情烦恼 这些是世上不信的人 所追逐的 你们天父知道 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 你们要追求 上帝主权的实现 他就会把这一切都攻击你们 你发现牧师所用的这个经文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不大一样 有人说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大部分我们在教会里面 读经文 就读一读就好 你不用记得 今天我可以保证 你回家之后 你问弟兄姐妹说 今天有一个叫苏牧师的 他来我们教会 讲到讲什么 可能回去都忘记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个经文太熟了 因为原来有一段的经文 他就讲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把这些东西都会交给你们 大概这是我们一般的时候 我们记得的所谓的经文 我们甚至把它当作是金句来背起来 那这一段经文有一个翻译 把那个他的国 把它做一个不是新的翻译 把它原来的意思就表明出来 所谓上帝的国 所谓天国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主权 就是上帝掌权的意思 每一次我们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 我们就先求 我们要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让他的国能够降临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 在教会久了以后 我们读的经文 那些熟悉的经文 读到一种程度 我们就忘记他真正的意思 耶稣再次提醒我们 他说为了这一些 吃什么喝什么生活上的事情 他说这些是那些世上不幸的人 有一些翻译说是外邦人 我觉得那个翻译可能比较不好 因为现在讲外邦人在指谁 在美国以外的人吗 当然我们就知道 在教会里面也知道 外邦人指是那一些 不信耶稣的人 不属上帝的人 不过耶稣如果今天 用这样的话语说 那一些世上不信的人 是指什么 不信上帝会攻击的人 不相信天父上帝在掌权的人 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当然他们追求的是生活上 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东西 但是耶稣提醒说 我们的重点要放好 我们要清楚天父的心意 我们要追求他主权的实现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有一个优先的次序 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优励 是因为我们的优先次序不大对 我们把那个不那么重要 不那么紧急的 把它摆做相当的重要又紧急 天父 他的心意是 他要把一切的丰盛赐给 他的百姓 你清楚 那你肯不肯 也愿意真的交托 信心的功课 远远说 我相信我是可以 我相信我也有永有一些 但是我还是要让天父 让上帝来掌权 我们经常有看过这样的一句话 英文叫做 Let go and let God 放开我们的双手 让上帝来掌权 今天我们手上拥有的 如果你不肯放手 那你怎么让上帝来牵你的手 我们忧虑 我们烦恼 我们操心 我们学习要放心 要放手 交托 天父上帝的掌权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需要的 是要很坚定来信靠天父上帝 我讲的坚定信靠 不是说 哎呀就相信就好 就一个上帝 需要的时候才来找他 你是要永远的在他面前 不管你今天面对 任何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 你都信靠 那个掌权的天父上帝 当你完全的坚定 信靠天父上帝的时候 你就会少去这些烦恼 挂虑跟吵醒 我们要一起学习 更多的信靠天父上帝 你知道 我永远都相信一件事情 唱的一定都比讲的好听 当牧师这么久了 我都绝对相信 所以今天 在我信息分享的结束 我就要让诗班 用这一首诗歌 透过歌曲 来成为 这个信息的结束 有时候 我们真的不知道 前面会怎么样 有时候 我们也根本 不能了解 上帝 你为什么这样的安排 但是我们仍然的坚定的 相信天父 仍然在攻击 什么是丰富 满足的生命 就是你仰望天父上帝 对你所有的供应 对你所有的供应 然后把天父给我们的供应 我们想聚在此地 我们想聚在此地 奔向神恩天救赎美意 无怀疑没有空去 我知道就在这里 当我面对每一日 我要顺候尊重无始祖 多盼望逐渐消失 我深知我必信靠住 而且要坚持荣誉 深长一遍我相见 穿过黑暗月 一切出光月 我要见心到永远 我一生专注之意 谁有时不明白她美意 许多事最难无情 但心心中我能决心 最难过女生真理 通过她自爱我的众生 你高大过不失败 因我知我主命的伤 我借了知心的荣誉 我一生专注更code 我一生专注我 叫真心中我给我们了 讓人像出外光芒 全世界將指我們束縛 同主命我們合一 我們將全權他執意 我既有全心的永遠 全場命令我相見 從我黑暗夜 一切祝福 為我要全心的永遠 我要全心的永遠 我們一起來祷告 天父我們在你面前 我們經歷黑暗的夜晚 我們生命裡面 許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仍然確信 我們信靠天父上帝 仍然在掌权 主我們在你面前 再次恳求你 讓我們定金 在你的供給跟同在上 我們感謝你 你愛我們 你愛我們 甚至將你的獨生 子耶穌基督賞賜給我們 我們相信 我們也確信 你不留下任何一樣 好的東西 不賜給 你所愛的兒女們 感謝你 透過你的話語 透過這些詩歌 再一次的提醒我們 堅定地信靠天父上帝 我們明天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也不知道 將來會是如何 但是我們就放手 讓上帝來牽著我們的雙手 繼續地在前面的生命裡面 得到神你的帶領 跟奉聖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的名求 Amen 當我們離開這個地方 不是禮拜的結束 卻是侍奉的開始 但也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上帝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跟力量 常與我們同在 從今時直到永遠 Amen